原标题 被掩盖的越战秘文 解放军牺牲了多少高级舰领 有一位非常熟悉当时 越南被其他国家怂恿 悍然发动了对我国的侵略 这场突如其来的侵略到来之后 我们坚决地给予了还击 任何主权国家 捍卫自己国家的领土主权 都是无可厚非的 不过大家知道 对越战争解放军牺牲了多少高级舰领 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 对越战争打响后 我们第一时间予以关机 保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 是每个主权国家义无容辞的责任 当时我们国家派出了 位于南方的解放军部队 本着和越南当地环境相近的原则 这些解放军战士被安排到越南进行自卫反击 对于我们而言 出兵越南是保卫国家的需要 每个人都带着一份艰巨的使命 到达了指定的区域 我们在战争爆发后 已经做好了对敌作战的一切准备 曾经的解放军连美国鬼子都不怕 难道还会惧怕越南吗 我们在到达越南领土之后 在越南亮山地区与其进行的英勇顽强的斗争 在围期一周的战斗中 我们最终取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 越南通往南部重镇的道路 被我们打开 可是当我们到达对方的指挥所的时候 我们对眼前的情况感断恼火 他们此时还在用我们曾经援助过他们的物资 从日常的生活物品到武器枪械 看到这样场景的我军将领尤其的愤慨 我们曾经热忱地帮助他们抵抗美国的侵略 而且我们当时也是很困难 就着他们到现在 还能把枪口对着他们曾经帮助过的人 这样的邻邦 我们宁可保持着一种敌对的状态 也不能对他们抱有任何的幻想 越南作为我们的邻邦 我们昔日国家的做上宾 他们的这种勾当 真的让我们感到寒心 对于战争实际上让我们各国家感到寒心的战争 不过我们需要的和平友善 不是报复和敌对 展开全文 在整个战争中 我们不仅牺牲了很多优秀的士兵 而且很多高级将 领也在这场不应该打的战争中牺牲了 在越南战场上牺牲的第一位高级将领是王子傅 此人是当时军队政治部的副主任 他的死亡非常意外 由于我们防务的疏忽 让越南特工混入到了百姓当中 他们趁着我们戒备松懈的时候 朝着这位多年征战的老兵猛烈的开火 王子傅身上由于多处重弹 最后英勇牺牲 王子傅的死亡可谓是我军的一大损失 可是血淋淋的事实 让我们更应该对越南的入侵 给予猛烈的打击 解放军牺牲的另一位高级将领 是解放军某师的副政委 他也是第一位牺牲的师级干部 当时在越南松山地区 遇到了越南军队的突袭 他下车指挥的过程中 遭遇了对方的袭击而牺牲 为了保护国家利益 他最后忍着剧痛 把重要机密文件给销毁了 还有一位将领的牺牲 也是让人痛心的 赵连玉他是一名师级干部 他在解放战争中建立过卓越的战功 个人事迹在军中广泛 流传 他的死也是在越南全民皆兵的氛围下出现的 就在他给下属分发战略部署的时候 一个越南老头用步枪偷偷将其击毙 当年的越南还接受过我们的军事技术援助 可惜数年之后 他们居然把这些都用在了我们身上 这些高级将领的牺牲都是我们的巨大损失 他们身上都有战场上的经验 这些都能成为我们以后军事理论的基础 可是他们的顽固让我们真地感到痛心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